连日来,收上游来水挤压,下游泼洋湖顶托,加上区间急之降雨,长江小池段水位猛涨。 7月13日12时,小池段水位已达22.63米,距23.25米的保证水位仅0.62米。 面对严峻形势,湖北省黄岗市黄梅县紧急会商果断决定,事实运用黄梅、滨江围、老周围、团周围等民院进行评院行洪。 从上提到现在,已经熬阵了7天,当7天接到长江水位,上涨的收度之快,水位之高,接到市值和县值的明令,决定将这个围体挖球形洪。 所以昨天下午就开了口子,形洪。 记者13日下午在湖北省黄岗市黄梅县小池镇冰江围行洪口见到,长江水奔向泄洪口,泄洪口内洪水奔腾,掀起巨浪,发出轰隆隆的声音。 泄洪口下游200米处,树木只剩下树冠,电线杆一大半淹在水中。 冰江围是长江干堤小池段外围的最后一道屏障。 随着冰江围平院行洪,黄梅长江干堤小池段也将迎来洪水考验。 堤坝上,每隔一段距离堆积有装好的沙袋,已被不时之需。 记者采访发现,守地力量中有不少是自发前来帮忙的村民。 泥池村四祖村民戴秀华在堤坝上帮忙装运沙袋。 近期河水上涨,戴秀华家应所处地是较低,被淹。 自水深达两米,目前家中的自水还没有退去。 戴秀华在村干部的带动下,来到大堤上参与防训。 把这里保住了,家里二楼三楼还可以藏着人,要这里没保住,家都没了。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办法,就是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防训工作做好。 虽然到家里就淹了,心里不舒服,但是这里抗洪也还是抢着过来。 小池镇冰江围,景陵长江,全长5566米,面积8000多亩,最先达到行洪水位22.60米。 7月12日下午3时40分,冰江围被挖出一条宽3米,高1米的口子进行平院行洪。 在此之前,冰江围防断内的1730名群众已转移安置完毕。 。 准备人计判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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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